首先沿对角线折出折痕 然后对折一次 接着两边再折向折痕 这里下面两个角折向中线 然后沿折痕把角收进去 两个角再向上折出折痕 转过来 两个角折向两边 然后把纸打开 找到这两条折痕 把它折出来 然后这里沿折痕折下去 接着这里两边再折上去 然后下面向上折出折痕 接着把这边打开 找到这个长方形的折痕 把四条折痕都折出来 然后沿折痕 把这个角收进去 最后可以对折在一起 另一边呢 也是重复前面的布色 接着把这个折痕折下来 接着把这边打开 接着把这个折痕折出来 接着把这边打开 接着把这个折痕折下来 再从背面展开 然后像这样折出这个角 两边再折向中线 接着这里沿着横收进去 然后再向折横折一次 这里折到背后去 然后对折在一起 接着这里向上折 让这个角露出来一段 然后上面捏住折横的一端 左边从里面打开 再沿着横向内折 然后把这个角折出来一段 顶端再向内折一次 接着下面这里 再向上对折 然后枝干这里保持倾斜 接着把中间这个角折出来 两边的叶子向外卷 调整一下 尽可能保持重心 让它可以立在桌面上 然后再用笔画出眼睛 最后这里再向上折一小段 另一边也一样 然后卷出弧度 对接在一起 这样一个好玩的豌豆射手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收藏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